古朝鬼修第一章 初见忧煞门 在江湖的浩渺版图中 忧煞门如同一团屈之不散的阴霾 笼罩着无数生灵 而林雨只是一个平凡的书生 一心只读圣贤书 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朝堂之上施展暴富 江湖之中一直流传着忧煞门的恐怖传说 忧煞门一个隐匿于黑暗中的门派 其弟子修炼鬼修之术 形式诡异 为正道武林所不齿 少年陆锋 本是一个普通的江湖侠客 武艺虽不高强 却有着一颗侠义之心 一日他听闻自己的家乡附近 出现了多起离奇命案 受害者皆面色惨白 仿佛生命力被瞬间抽干 而现场总是弥漫着一股阴森的气息 众人纷纷猜测是忧煞门的鬼修者所为 陆锋决定探寻真相 保护家乡 他沿着线索追寻 来到了一片偏僻的山谷 谷中阴气沉沉 弥漫着浓雾 时不时传来阵阵鬼气之声 陆锋握紧手中的剑 小心翼翼的向谷内伸入 突然 一个黑影从他头顶掠过 速度极快 陆锋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身形如鬼魅的人 悬浮在空中 他的双眼散发着忧虑的光芒 正是忧煞门的鬼修者 鬼修者冷笑道 小子 你竟敢来此送死 说吧 伸出干枯的手 一道黑色的阴气 朝着陆锋射来 陆锋侧身一躲 灰剑斩向阴气 然而 那阴气竟如实质 震得他手臂发麻 鬼修者见状 再次发动攻击 周围的雾气 仿佛都听他使唤 化作一只只鬼手 向陆锋抓来 陆锋施展出自己的轻弓 在鬼手中穿梭 但鬼手数量众多 他渐渐有些力不从心 就在陆锋快要被鬼手抓住之时 一位神秘的老者突然出现 老者手持一根桃木拐杖 轻轻一挥 那些鬼手便消散于无形 鬼修者看到老者 脸色一变 你这老东西 怎么还没死 老者冷哼一声 你们幽傻们 为祸江湖 老夫岂能做事不管 原来 老者是曾经参与 围剿幽傻们的前辈高人 对幽傻们的鬼修之术 有一定的了解 他对陆锋说 小子 你快走 这鬼修者不是你能对付的 陆锋却坚定地说 前辈 我不能走 我要为家乡的百姓讨个公道 老者见陆锋如此坚毅 点了点头 那好 你在一旁看着 老夫来对付他 老者与鬼修者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鬼修者施展出各种诡异的鬼修功法 召唤出一个个鬼魂助阵 老者则以桃木拐杖为武器 口中念念有词 施展正道法术对抗 战斗中 陆锋发现鬼修者的力量来源 似乎是他背后的一个黑色小瓶 瓶中不断有阴气散发出来 为鬼修者补充能量 陆锋心想 如果能破坏那个小瓶 或许就能打败鬼修者 他看准时机 趁着鬼修者被老者牵制住 悄悄绕到鬼修者身后 就在他快要接近小瓶的时候 鬼修者突然察觉到了他的意图 转身一掌朝他打来 陆锋躲避不及 被掌风击中 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老者健壮 心急如焚 加大了攻击力度 他不顾自身安危 强行冲破鬼修者的防线 一拐杖击中了那个黑色小瓶 小瓶破碎 里面涌出一股强大的阴气 但瞬间又消散在空中 鬼修者失去了力量来源 顿时变得虚弱无比 老者趁机一拐杖 将鬼修者打倒在地 彻底消灭了他 经此意义 陆锋对鬼修之术有了更深的认识 也明白了江湖中存在的威胁 他拜老者为师 跟随老者修炼武艺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彻底铲除忧煞门 这个邪恶的存在 让江湖恢复安宁 在之后的日子里 陆锋和老者四处奔走 寻找忧煞门的踪迹 与忧煞门的鬼修者们 展开了一场又一场 惊心动魄的正邪之战 我们的主人公林宇 身形消瘦 面容白皙 一席青山在风中略显单薄 他住在一个宁静的小镇 镇边有一座古老的书院 他每日都会去书院 与同窗门沿袭经典 一日 林宇从书院归来 却发现小镇的气氛 格外压抑 街头巷尾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腐臭气息 百姓们神色慌张 紧闭门窗 林宇心中疑惑 拉住一位老者询问 老者颤抖着说 忧煞门的人来了 这是要大祸临头了 忧煞门 这个名字在江湖中 是恐怖的代名词 他们的人修炼邪功 手段残忍 常常以活人来练功 林宇虽未书生 但自幼听闻忧煞门的恶行 心中也充满了厌恶 夜里 林宇正在烛光下读书 突然听到外面 传来一阵凄惨的叫声 他急忙起身 透过窗户的缝隙看去 只见几个身着黑袍 面容惨白的忧煞门鬼 修正拖着一个村民 那村民拼命挣扎 却无法挣脱鬼修们的 铁钱般的双手 林宇心中涌起一股怒火 他知道自己不能做事不管 可是 他只是一个书生 手无腹肌之力 又能做些什么呢 林宇在五美焦急的躲步 突然 他想到了书院 藏书阁中的一本古籍 那古籍上 记载了一些古老的武功心法 和奇门阵法 也许能派上用场 林宇趁着夜色 悄悄潜入书院的藏书阁 在积满灰尘的书架间 他终于找到了那本古籍 借着微弱的烛光 他开始仔细研读 书中的文字晦涩难懂 但林宇凭借着多年的读书经验 还是慢慢理解了一些关键之处 林宇开始按照书中的方法 修炼内力 起初 他感觉体内气息紊乱 但随着不断的尝试和调整 他渐渐感觉到一股微弱的暖流在丹田处汇聚 与此同时 优煞门在小镇上的恶行愈发猖獗 他们在镇中心设下了一个血迹阵法 准备用众多村民的鲜血来提升功力 林宇得知后 决定挺身而出 他根据古籍上的阵法知识 在血迹阵法的附近 也悄悄布下了一个克制邪术的阵法 这个阵法需要用他自身的内力来驱动 林宇虽然内力尚浅 但他毫无拒色 当忧煞门开始血迹一事时 林宇出现在他们面前 鬼秀们看到这个不知死活的书生 都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小书生 你是来送死的吗 一个鬼秀首领冷笑道 林宇深吸一口气 说道 你们这些作恶多端的家伙 今天我就要阻止你们 鬼秀们哄堂大笑 然后纷纷施展邪术 攻向林宇 林宇启动自己的阵法 一道柔和的光芒从阵中升起 挡住了鬼秀们的攻击 鬼秀们大惊失色 他们没想到这个书生 竟然能有如此手段 鬼秀首领一挥手 众鬼秀加强了攻击 林宇感觉压力被增 他的额头布满了汗珠 但他仍然咬牙坚持 他不断地运转体内的内力 维持着阵法的运转 在激烈的对抗中 林宇发现鬼秀们的攻击 有一个间隙 他看准时机 突然从阵法中冲出 使出自己刚刚学会的一招 简易的剑法 刺向鬼秀首领 鬼秀首领躲避不及 被林宇的剑划伤了手臂 这一下彻底激怒了鬼秀们 他们不顾一切地冲向林宇 想要将它撕成碎片 林宇急忙退回阵法中 继续抵御 就在林宇感觉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古迹中提到的一种 借助天地灵气来增强阵法的方法 他抬头看向天空 此时正值月时 天空中出现了一股奇异的灵气波动 林宇集中精神 试图引导这股灵气进入自己的阵法 经过一番努力 天空中的灵气如涓涓细流般注入阵法 阵法的威力瞬间大增 强大的力量向鬼秀们反弹回去 鬼秀们被这股力量击中 纷纷惨叫着倒下 林宇成功地击败了忧傻们的鬼秀 解救了小镇的村民 经过这件事 林宇意识到江湖需要有人来维护正义 而他虽然是个书生 但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一名侠士 林宇一边继续不书 一边修炼武功 他开始游历江湖 专门寻找忧傻们的踪迹 希望能将这个邪恶的门派彻底铲除